大家好 我是盛伟 说实话 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 邱文俊老师也介绍了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说脱口秀 我这属于是赶鸭子上架 真的是 但是老有这么句话嘛 叫相声演员无不知百行通 真的 我当时让我说脱口秀 我就想维护咱们相声演员的尊严 尽量希望我今天的表现 能像一个脱口秀的老手一样 对吧 这样可能就好一点了 我尽量表现自己像一个老手 维护相声演员尊严嘛 对吧 就今天来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开始录制之前 我就来了之后 然后导演就问我 说 孙伟 你今天说脱口秀 你要不要彩排一下 这时候咱就得表现得像一个老手了 我说那个导演不用了 你就告诉我那个提词器在哪就可以了 导演当时就懵了 没有提词器 我当时也懵了 我说你们这样不行啊 你们再用要求相声演员的标准 要求脱口秀演员 所以一会儿我要是有什么忘词啊 说错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愿相声 都愿脱口秀 就是导演那时候让我来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说孙伟你一定要来啊 说这一期节目特别适合你 其实我一听到这个 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明白 肯定是今天需要一个长得特别丑的人 来衬托其他人特别好看 那个人肯定就是我 就是我来了之后 看见咱们的主嘉宾 我就我误会节目组了 说咱们今天这个主嘉宾啊 我想先不介绍他的名字 因为大伙可能都很熟悉了 真的 我就通过我简单的描述 可能大伙在脑海里边就能出现他的形象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就大伙把眼睛闭上 我来描述一下 今天咱们这位主嘉宾 在影视作品当中 塑造过很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 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猥琐的形象 还有一个面部特征 就是嘴老歪歪的 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 对 就是乡村爱情的赵四 开玩笑 咱们今天这个主嘉宾是杜旭东老师 杜老师是这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演员 真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 就是因为杜老师啊 这个属于是什么样的演员呢 属于是戏红人不红 对吧 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小孩 尤其现在小孩 你要跟他提杜旭东 他可能就不认识 但是一看见杜老师这张脸 当时就吓哭了 对不对 确实是因为这个也产生过不少误会 就杜老师采访的时候说过 说过因为这个就 老的吓人 产生过不少误会 就好多什么大妈呀 就是以为杜老师生活当中 就是这样的坏蛋 当时就把自己 刚听完养生讲座领的鸡蛋 扔到了杜老师身上 杜老师也很难过 你说这玩意生气吧 人是对自己演技的一种肯定 对吧 不生气吧 衣服真脏了 怎么办呢 杜老师就回家开始练 练这个徒手接鸡蛋 现在练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杜老师已经可以 不用去听养生讲座了 就是这个情况 其实同样困扰的 还有刚才提到就是 李明奇老师 就容嬷嬷嬷 也扎紫威 拿针扎紫威 特别狠 表现拿着针 就好像针在那扎一样 扎紫威 也被人扔过鸡蛋 其实我建议这个杜老师 跟李明奇老师 可以多交流一下 他们在一块多交流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说了 说针灸致歪嘴 特别有效 我还是尽量表现得像老手一样 还有就是误会 其实误会这个词 在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 并不是太高 在影视剧作品当中 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这个杜老师应该知道 而且在影视剧当中出现的 误会这两个字的时候 基本上那就不是个误会 是不是有点绕 这么解释 设定一个场景 电视剧 男主人拿着钥匙 开自己家门回家 一开门进去 发现自己的妻子 和一个陌生男子 抱在一起接吻 这时候男主角非常生气 一直 你们在干什么 这时候女主人 他妻子惊慌失措 亲爱的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是不是有这个 这是个误会 这是个什么误会 你说 两人都亲上了 他愣愣说 这是个误会 然后这时候 男主摔门就走 女主在后边 亲爱的 你听我解释 男主开车 扬长而去 头也不回 你就听他解释呗 对不对 你看看他 怎么把这种事 说成误会 然后呢 就是这个男主啊 长达二十级的 郁闷 难过 哎呦 太难受了 就这样 在酒吧喝酒买醉 最后得到的结论 他的妻子 外边有人了 这不浪费感情吗 对不对 你再换一种方式 男主 按钥匙 一开自己家门 看见妻子 和一个陌生男子 抱在一起 正在接吻 俩正在亲着脑 男主非常生气 啊你们在干什么 啊亲爱的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好 你解释 哎 解释吧 这女主当时 肯定就懵了 真的 绝对懵了 就跟我那会排练 找不着提词器一样 懵了 当时还得强行解释 啊 那个 啊我解释 那个我这个 他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我们俩人 就是他那个 你看他往那一动 我们俩人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外边有人了 你看这多好 节省二十几 就还省事 同样的目的 其实这种 他是戏红 人不红 我希望大家以后 不光要看他的戏 觉得好 更要记住 他的名字 这位优秀的演员 我叫盛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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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